9月27日 由中国自主研制的昆龙AG600M灭火机 以全新消防涂装在湖北金门张河机场 成功完成12吨透极水实验 并签署首批6架机购机协议 标志着该型飞机卖出了市场化开拓 和实战化应用的关键一步 AG600M飞机最大起飞重量60吨 最大载水量12吨 最小平飞速度220千米每小时 航程4500千米 具备优越的低空低速短距起降性能 相比技术验证机具有更高安全性 更大投水量 更远航程 更强大的抗浪性能 更优秀的平台系列化发展能力 第一个的话就是整个飞机的 最大起飞重量从53吨5提高到60吨 现在飞机是60吨一个起飞 然后第二个的话 它是为了在转场之间 以及我们这个远距离飞行的 这个安全以及舒适性 所以整个飞机现在采用了增压设计 它最高可以飞到这个7600米 第三个的话 就是为了飞机在复杂火场 以及救援的时候 这个安全性 所以我们采用了这个电船飞供系统 来提高整个飞机的 这个操纵的安全性 第四个的话 就是为了以后这个任务扩展的 这个需要 我们采用了一个综合航电系统 本次AG600M投机水重大实验 是继5月31日 该行机完成陆上首飞 8月29日完成水上首飞后的 又一重大里程碑节点 有效评估了AG600M的投水灭火效果 对实战应用的核心能力 进行了系统检验 是该行机服务于中国应急救援体系 和国家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的 关键一步和必备环节 我们的这个典型使用我们的室的话 是有两种 一种是在路上机场注水投水 这是一种典型的 如果这个水源地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这个高效的 这叫集水投水的这种方式 目前我们飞机在这个水上 高速滑溪的时候 通过集水斗 可以在20秒内 挤满12堆水快速飞起来 然后到达这个火区 快速进行这个灭火碎液 AG600M飞机全面转入试航取证阶段 标志着中国具有 完全自主支持产权的 大型水陆两气飞机技术体系 和自主研发工业能力全面形成 构建了完整的 大型水陆两气飞机试航验证方法 大型特种飞机自主研发 制造 试飞 管理队伍 日趋成熟 随着AG600M飞机项目的推进实施 以AG600飞机为龙头的 中国国产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体系能力 显著提升 将更好满足中国应急救援体系 和国家自然灾害防治体系能力建设需要 对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中国制造品牌具有重要意义